来看到的是核能的问题 马总统在礼拜天上午出席了公开活动 他对于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康纳曼质疑了 公投的题目事实上是可以被人为操作的 对此马总统表示核四的停建公投 是要希望尽可能找出全民的共识 否则这个问题会永远困扰大家 而且为了要沟通核四的争议 马总统稍后又喊江一话 与妈妈监督核电厂的联盟成员会面 而一项反核立场相当鲜明的富邦董娘陈爱玲 则是当着马总统的面挑证明说 核能相当危险请马总统务必三思 核四议题发烧 总统马英九邀请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 进行核四场议题座谈 核电厂是安全而且便宜的 那安全呢我们觉得在福岛的事件之后 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 不只针对核四议题深入研讨 还有成员们建议成立网站对话平台 让民众能随时上网了解核电最新情况 我们会愿意成立对话的平台 不管是在台电公司或者是政府部门 那我希望今天来不及回答的问题 我们仍然可以在对话平台继续谈 成立平台还不够 现有的三座核电厂加上核四厂 都要随时进行检测 妈妈们对安全提出质疑 台电董事长黄仲球 还用自己的乌纱帽挂保证 面对妈妈联盟质疑 张家柱率先喊话 先盖核四再公投 似乎要给马总统台阶下 不过就算官员忙着一一解套 核四议题恐怕不是摸头会议 就能让民众彻底安心 三立新闻成立国人民院台北采访报道 除了